哈喽大家好,我是日本妈妈找内慧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日本政府所帮发的与儿相关的资源政策 这次的政策真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我现在是压抑着本人的情绪在录这次影片 首先,目前在日本养育一个小孩 直到国中毕业前 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亿元的儿端津贴 第一台和第二台 在围满三岁前 每个月的增贴是1万5千亿元 我的儿子目前一岁 所以我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5千亿元的津贴 不过这个季度有收入限制 若是夫妻其中一方的年薪 高于主板有10万亿元以上 就不使用这个制度 不过还是可以领到儿端特别津贴 一个小孩每个月是5千亿元 可是今年的5月21号时 日本国会争议院的会议 却通过了一页法案 那就是只要夫妻其中一方的年薪 高于一千两百万亿元以上 只要非只吃一夜 儿端特别津贴 因为条件是夫妻其中一方的年薪 高于一千两百万亿元以上 所以假设夫妻的年薪 高于一千万亿元 也就是家庭合计年薪是 两千万亿元的话 还是可以起数零 儿端特别津贴 但是若是夫妻只有其中一方在赚钱 家庭合计年薪超过一千两百万亿元 就无法领到这个津贴 光是这一点就非常莫名奇妙了对吧 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但是回到原点 这个儿端津贴是给小孩的权利 是为了小孩才有的嫉妒 这样说的话 公平的发放给所有的小孩 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因为家常的收入而拿不到津贴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然后这次的法案 在年薪一千两百万以下的家庭 也引起了不少反对的陷让 不要觉得这次的法案 和自己没有关系就莫不关心 当然以我目前的年薪来说 离一千两百万 实在是差的太远了 今后我也打算持续 零儿端津贴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些 看已好不相关的族群 也这么分恨不平呢 是因为 只要这个方案一通过 今后有可能会 以状况持续调整 并降低年薪的地限 就算现在是一千两百万 上年后也有可能 降低限降为八百万或六百万 所以这对所有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可以置身之外的话题 因为这次的法案影响 全国将会有四八 总等于六十一万个小孩 无法领到儿童津贴 这个法案一年可以剩下三百四十亿亿元 政府说要将这些钱拿出消解 因为人数太多 先请徒儿所若选 而造成的待机儿童的问题 但是为了消解 接待儿童的问题 却非指儿童津贴 这外面也太自相矛盾了 无法为小孩的未来出钱的国家 到底还有什么资格办奥运呢 虽然这次的儿童今天费值 可以省下三百七十亿元 但是政府却对奥运追加了 七千三百一十亿元的预算 而且从2019年 消费税从八到几千到十八 增加税额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小姐待机儿童的问题 这次提高消费税而增加的税收 经收有五兆日元以上 那么这些增加的税收 都跑出哪了呢? 是变成新冠肺炎的补助金 还是变成帮奥运的费用 之前为了因应 新冠肺炎的经济经济的对策 政府给全国股民一六十万的补助金 但是根据加税调查 大概有七千的民众 都将补助金拿出存钱了 政府说发车笔补助金的目的是 为了自己消费而存钱 所以不会再发第二次 但是政府有想过 为什么民众会把车笔钱拿出存吗? 难道不是因为大家都退回来 有所不安才存钱吗? 身为一个家长 绝对不会想立刻 辞职的花掉这笔钱 就算只有一点点 也想为了小孩 存下这笔钱 这次的法案通过 也有人说 既然年薪有一千两百万的话 生活应该蛮有余的吧 几个月不够差个五千亿元 都真的也没什么变吧 之类的 应该是会想说 如此富裕的家庭 会不会其实没什么印象呢? 关于这一点 在网络上也引起各种议论 当中有人提到 就算年薪有一千三百万亿元 生活还是过得苦不堪言 这位发言的人说 他住在东京 光是每个月的房租 就要二十三万亿元 还要加上 多儿费用是每个月十万亿元 不但如此 所达税级 社会保险费 也涨进年薪的四千左右 所以生活真的很辛苦 的确 年薪越高 得找的时间也越多 但是给小孩的补助金 却不平等 为了小孩的将来 而努力增加收入的人 一定会觉得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这么努力在工作呢? 越努力工作 反而越吃亏不是吗? 就算年薪有一千两百万 根据小孩的人数 服务程度也有很大的落差 年薪一千万 而只有一个小孩的家庭 年薪一千两百万 却有三个小孩的家庭 或者很明显负担比较大 却无法达到任何补助 不要赚那么多小孩不就好了 不要赚那么多钱不就好了 这样的意见其实很吊诡 赚的钱多 其实也是 牺牲了其他东西 而换来的 但若是变成 越努力却越吃亏的世界的话 到底还有谁会愿意努力呢? 所以现在移住海外的人 才会越来越多 在日本就算努力赚钱 不管是在育儿方面 或教育方面 都无法达到补助的话 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呢? 会在认证考虑 是否在加坡疫情过后 要移住海外 再来是针对小组法的推测 有政治家达出了 离婚费用的补助一案 这是基安倍国造以来的终极 在网络上也引起广大的分析 日本的政治家 难道以为只要帮了婚礼 小孩就会主动出生吗? 真是不敢相信 项道一提 我并没有帮婚礼 不要说婚礼 我公平没有结婚 但还是生了小孩 我相信一定有人做去 酒帮婚礼 却不生小孩的选择 当然这是每个人的人生 我并不觉得 选择不生小孩是什么坏事 我只是觉得酒帮婚礼 和小组法推测 公平站不上边 因为没有人会 只为了想酒帮婚礼而结婚吧 我周遭也有许多朋友 结婚但没有帮婚礼 明明是小组法推测 却不将补助给 没帮婚礼 当生了小孩的家庭 反而将补助给 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生小孩 却主帮婚礼的家庭 那倒不如提高 高而不用治疗的补助费用 或是完全免去生育费用 还比较实在 现在在日本的推浆费用补助 一定补助42万亿人 但是在独树生长的话 至少要六到七十万 甚至超过一百万的地方 都比比皆是 我有两个朋友 明明交往了很久的男朋友 但是却 迟迟无法他去结婚这一步 原因就在于 在免育小孩这方面 有经济上的不安 我之前也很不安 说真的现在也很不安 所以说为了到底要不要结婚 而烦恼的人 与其说是因为帮不起婚礼才不结婚 其实是因为对将来的生活 或是小孩的种种有所的不安 才不结婚的 而且说到底 就算不帮婚礼 只要东西就可以结婚 就算帮了婚礼也有人 在生小孩之前 就离婚了对吧 真的很希望政治家 能搞清楚现况 或许政府他们做事 想救济并艰辛婚礼业界 但我不希望他们把车间市 和小组发对策 婚为一谈 以上我今天讲的内容是 2021年5月底的状况 或许之后又会有 什么新的政策 或是政策内容 有所变贯也不一定 今天讲的这些都只是 我个人的意见 当然也非常欢迎不同的意见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不是每一条旅言都能回复 但是每一条旅言我都会看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 欢迎留言给我哦 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班单 처 От万一 điều trunk 感谢观看